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那么有修有正的圣地址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经文佛陀怎么说 佛陀说 比丘们有修有正的圣地址就不一样 当他们遇到生理上的各种苦痛 甚至于有致命之余时 心里不起悲伤忧愁 不痛苦怨叹 不愤怒迷乱 所以不会失去理智 这时他只有一种感受 那就是身受而没有心受 在这种情况就像只种了一只毒箭 不再种第二只 那佛陀又说 有修有正的圣地址呢 当他们有乐寿时 心不染拙 不为乐寿所牵绊 所以不会成为欲贪烦恼的奴隶 有苦受时 心不染拙 不为苦受所牵绊 所以不会成为称惠烦恼的奴隶 在不苦不乐时 对苦乐两种感受 能真切如实的正知 也不会被不苦不乐所牵绊 不会成为愚痴烦恼的奴隶 这就是解脱了贪嗔痴 不为生老病死 忧悲恼苦牵绊的圣地址 这段经文很重要 这段经文很重要 那我用一个例子 来做一个说明 就是古时候 就有一个先生丈夫 他到外去金山 赚了钱 他就要衣锦还乡 那这个半途 就有看到一位相命士 相命先生 贴了一个招牌说 这个一宇三千两 那这位金山的这位丈夫 一看这个相命先生 这个招牌一宇三千两 怎么这么贵 他就好奇 他就说 问这个相命先生说 你这一宇就要三千两 这么贵 到底是什么金玉良言 不然怎么这么贵 这个相命先生看一看 这位金山的这位丈夫的脸相 看一看就笑一笑说 这个值得 你这遇到事情的时候 前三三 后三三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向前走一步 再思三考 就再一次 这个想一想 那退三三 就退后一步 也在想三次 再来做决定 就前三三 后三三 那这位金山的这位丈夫 金这位相命先生这样讲 他也就负了三千两 但是他心里面就觉得很奇怪 这什么的金玉良言 前三三 后三三 就要三千两银子 回到家里面 就看到他这个太太的寝室 这个外面有一双男人的鞋子 这个金山的丈夫一看 就恼生气 他觉得这个他金山的这段期间 他太太是不是有偷汉子 跟人家有苟且之事 不然外面怎么会有男人的鞋子呢 但是他突然就想到 他回来 这个相命先生跟他说 如果遇到事情的时候 前三三 后三三 前走一步 想三遍 后退一步 再想三遍 他就在向前向后 在那边向前向后 向前向后 就惊动了他的这个夫人 他夫人就听到外面 有这样的人走动 就起来 一看就是他的这个先生 丈夫回来了 他这个太太 夫人就问他的先生 很高兴 就问他你怎么啦 怎么 前面走一步 后退走一步 觉得一前一后在这边 徘徊呢 那这位丈夫就很生气 就问说 这外面怎么有一双男人的鞋子 那这个太太说 因为你在外面 家里面没有男人啊 我怕有危险 所以就放一双男人的鞋子 一直也是思念你 也是一种安全 就表示家里面有男人 才不会有这些小偷啊 闯空门啊 过来来骚扰啊 这个丈夫一听啊 叹了一口气 说值得值得 那这太太就一脸蛮难 说什么 刚才在那边前三三后 三三在那边徘徊 怎么现在一听 就是说值得值得 才问这个先生啊 这先生才跟这个太太说啊 就我要回来的半途啊 就一个下面先生啊 他的招牌说 这一语啊值三千两啊 我就买了他一句话 他告诉我 就遇到事情的时候 就前三三后三三 前面走一步的时候 就再三思考 退后一步的时候 也再三思考 再做决定 还好啊 我又买这一句话 有照这一句话 这样想啊 才惊动了你 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不然我还以为 你在外面有 偷汉子 偷到家里面来啊 我原本就很生气的 想要拿刀子 来杀人啊 还好还好 值得值得 这三千两值得 就一般众生啊 遇到这个外在的境界 深受这个苦 他呢 就会因为这个外境 就产生了愤怒 就心受 那这愤怒呢 如果又如同 这位先生所讲的 原本要拿刀子的杀人的话 那就造虐 就造了恶业 造了恶业 那同样呢 这个网路啊 就一个骗子 这个影片啊 就是这个太太啊 她为了答谢 她以前的同学啊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帮助她 所以就约这位同学呢 晚上请她吃饭 那这位同学 她也有问这位 她的这位女同学啊 说你有跟你先生讲说 你今晚不回去 要请我吃饭吗 那这位太太就说有 结果没想到啊 这位太太的先生啊 就找来这个餐厅啊 一看到她的太太跟一个男人呢 在这个吃饭啊 吃这个火锅啊 她就很生气啊 那这位太太怕这个先生呢 做这个 因为生气啊 怕她有 这个做错事啊 所以一直在劝阻 她这位先生啊 就因为这样 这位先生更加 怀疑啊 她这个太太啊 是不是跟这个男人啊 有什么样的苟且之事啊 才会这么紧张啊 就一时之间啊 就这个先生啊 就做出伤害到 她这位太太的同学 那这些呢 都是因为人 看到这个外境 他没有先了解清楚 就一时被他的一个嫉妒心 或者呢 被他的一个愤怒心 就蒙蔽了理智啊 而做出呢 这个伤害的行为出来 所以这一般没有修行的人 他会随着 他这个情绪 受外在的情境 而有这些贪欲 称慧 或愚痴 的这些种种反应 而做出呢 这个错误的行为啊 这就是 身受 进一步呢 心受 的这个苦啊 就如同 这个身受 中了第一把剑 他又受了这个心受的苦 就是中了第二把剑 就是苦上加苦 双重痛苦啊 这是一般 当我们没有修行的人 的一个现象 一个现象 那么有修有正的一个圣地子呢 他就不是这样 当他遇到这个外在 不如意的情境的时候呢 他的内心不受 这些外在 不如意的这个情绪 所干扰 所干扰 就不会失去理智 所以他只有一种 身受的毒剑而已 他就不会因为这个外在 而影响到他的心受 这个中第二把剑 的这个感受 所以他只中一支毒剑 不会再中第二支毒剑 那由这里 其实我们也可以 知道说 这个 有些人禅坐 他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他认为说禅坐呢 就是外在的一举一动 他不需要在乎 也不是要去在义那些 就是进入一个定的状态的时候 他认为说 就是外在的情境 不要去理会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其实当我们禅修的时候 这个外在的一举一动 其实我们是必须 如实的知道 如实的知道 但是呢 我们不会受外在的情境 所干扰 这才是正确的 而不是说 像这个鸵鸟 遇到危险 他的头 就栽入这个沙子里面 以为就 人家就不晓得 这是鸵鸟 这是鸵鸟心态 以为他躲到这个沙子里面 就外在就不管他 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 就是在禅修的时候 就外在的一举一动 我们如实觉知 但是我们的心 不受干扰 不会随着外在的情境 而被他所牵绊 随他所引导 我们能够自己 做得了主 能够做得了主 那么呢 这才是正确的 一个禅修 禅修的一个途径 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 这中间他就有说 在不苦不乐时 对苦乐两种感受 能真切如实的正知 也不会被不苦不乐所牵绊 其实这句话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有些人在禅修的时候 他就这个观念不正确 所以你跟他说 那我们在禅修的时候 这个外面的一举一动 是怎么样 他不晓得 他不晓得 因为他认为说 我禅修的时候 就是躲入一个 空空洞洞的情境 那外在的一举一动 他不晓得 那是错误的 那是错误的 而是要如实觉知 但是不受牵绊 这才是正确的一个禅修 所以为什么这些古代 一些习武的人 他为什么也要禅坐 那这些习武的人 因为他有透过禅坐 他的心静下来之后 这个几百公尺外 有什么动静 如果敌人已经来了 他就能够觉察得到 而欲坐欲防 为什么 因为禅坐 就是让我们的心 静下来之后 对外在的情境 更加的敏锐的觉察 更加敏锐的觉察 但是心不为所牵绊 所干扰 能够自己做得了主 这才是正确的禅修的一个作为 所以佛陀在这个经典里面这段经文 其实对我们的修行 有很大的一个正确的指引 就像有些信徒 他觉得在社会上工作很辛苦 都没有时间好好的来用功 所以他想说到寺庙里面 第一个寺庙里面比较单纯 这个人世啊 比较不会有像这个外在社会的一些种种 人心的一个险恶啦 或是勾心斗角啦 然后在寺庙里面呢 他也才能够专心的修行 等到他踏入寺庙之后 发现到说 寺庙里面也不像他所想象的 那么样的单纯 或者也不像他所想象的 那么样可以专修 有时间可以用功修行 反而来到寺庙更加忙碌 更加忙碌 或者反而会觉得说 道场里面的人心 反而比社会更勾心斗角 所以他就在这个 十节点呢 打劫了 甚至退薪了 就又离开道场 回到社会 那其实这是他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什么观念 就是修行 修行不是要找寻一个温室 修行不是要找寻一个温室 修行是让我们更加具有抗压性 更加令我们不受外在的种种 险恶所击垮 不受外在的这些热静 而乐极深悲 你的心呢 能够保持的一个平衡 不受外在的干扰而起伏 这才是修行的正确观念 而不是去寻找一个没有苦难 没有压力 没有人情争端的一个温室 去让被修行 这是错误的 只要是有人 就有事端嘛 因为大家还是在 仿佛情境里面 那为什么在寺庙里面 会察觉到更加 这个人事的这个勾心斗角呢 因为就像这个玉啊 洁白的这个玉啊 有一点点污点啊 就很明显 看起来就很明显 那同样的寺庙是一个洁净的地方 那有稍微一点点污点啊 就会很明显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好像寺庙里面呢 怎么会跟世俗一样 更加勾心斗角呢 其实因为寺庙里面的一个洁净 所以就有一点一丝一毫的一个污点啊 我们就会变成的很明显 反而把它扩大 反而把它扩大 有哪个地方没有污点呢 只要是世俗五卓二世 就是都有污点 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 严重程度不同而已 所以修行是让我们的这个抗压性啊 能够经得起这个逆境的压力 也能够抗拒得了这个热瘦的引诱 让我们的心呢 能够更加保持的一个平常心事道 这才是一个修行的正确观念 那进入寺庙 他反而觉得更加有一大堆忙不晚的事情啊 反而就没办法 像在世俗 还有礼拜天 过假日的一个休息 在寺庙好像就是 没有休息的时间 就没办法呢 如他所想象那样可以专修用功啊 那其实是因为对于修行呢 他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 就是修行 就是借修我们的心 能够柔软 然后呢 去利益众生啊 等于说你踏入寺庙 你就把你的人交给了大众 交给了大众 而不是说你想要怎样 就能够怎样 因为你已经将此身心奉承刹 所以呢 你的时间 跟你的这个体力啊 就是为大众利益而付出啊 比方说 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啊 你在打扫的怎么干净 也只是自受用而已啊 就是我们自己 或者是我们的家人 就感受到 你打扫家里面的干净 自受用 但是我们如果在道场 打扫干净呢 不得自受用 也更能做他受用 所有今天来礼佛 拜佛的这些信众啊 踏入这个殿堂 因为你的打扫的干净啊 他能够感受到 这个寺庙的清幽洁净 那就是他受用啊 那同样的 我们今天 煮的一手的好菜 也顶多是我们自己 或者呢 我所 这个 熟悉的朋友 亲朋好友 要来 接受我的款待 这样而已 但是我们在寺庙 如果是做了一手这个好菜啊 就能够利益啊 十方诸佛的供养 同时呢 也能够让这些信众回来啊 能够吃一顿 丰盛的树栽啊 那如果这个信徒里面呢 有一个 是一天没有 鱼肉 吃不下饭的人 因为你这一手好菜 他呢 感受到素食的好吃啊 他愿意呢 下一次再来 或者是呢 他发心 偶尔 会去 素食馆 吃素的话 那我们 是不是 为这一位信众 结了一个佛缘啊 结了一个佛缘 所以等于当我们踏入这个佛道场 我们就不能有那一种说 就是因为道场比较能够专修 所以我愿意来到道场 来呢 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精进用功 其实这样的想法 并不是很正确 并不是很正确 而是说 我就是因为要付出 能够为大众的这个利益 能够为佛法 能够利益更加的人 而踏入这个道场的话 那么呢 即使我们在道场 再怎么辛苦啊 我们都会做得 法喜充满 法喜充满 但是一般人呢 大部分呢 还是以自己为出发点 以自己的利益 来做考量 当寺庙呢 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呢 它就产生了一个烦恼 就觉得很累 与其在道场这么累 那么我在家里面呢 反而更加自由 反而更有时间呢 可以精进用功 所以呢 有些人就因此 退了这个道心啊 他又回到这个自己的家里面了 认为说他在家里面 就更有时间可以精进用功 乃至于礼拜六礼拜天 要去哪里 都可以很自自有有的去哪里 然后去到道场 师父呢 又对我们很客气 为什么 来者是客嘛 所以对我们都很客气啊 我愿意这样 但如果是踏入道场的时候 那么师父呢 就会要求的 我们呢 要做什么做什么 就被要求了 他就不愿意啊 他就不愿意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心态啊 修行的心态啊 必须要做调整 必须要做调整 当我们踏入这个道场的时候 我们就是为了能够让众生 得到佛法的利益 但是呢 因为我们出入佛门啊 难免对佛门的规矩 或者是难免对这个事情 做事的态度呢 还不是做得很周详 所以就有师父的要求 就比方说啊 这个大殿啊 我们总是会在这个供修完之后呢 就会请信徒呢 来帮忙呢 离开之前呢 这个把大殿啊 或者是灾堂啊 或者是厨房呢 打扫一番 那么就有信徒啊 就说 师父 这个大殿的地板很干净 我家都没有这么干净 或者是说呢 师父这个灾堂啊 厨房的地板也 还很干净啊 我家都没有这么干净 怎么还要打扫呢 这个意思好像你这个师父啊 有这个洁癖哦 但是他不晓得说 我们的家里面啊 只是我们个人在进出而已啊 他比较单纯 但是呢 寺庙呢 是公共场所 这来的人啊 寺面八方啊 比较复杂 所以当我们供修完 我们呢 都应当呢 不管是干不干净 总是把它做一个清洁 清销 总是比较安全啊 尤其现在这个疫情 我们更需要 做好这个清销的工作啊 所以这不在于说地板干不干净的问题 而在于 卫生安全上的问题啊 因为寺庙到场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啊 他比较复杂 所以呢 都会呢 在供修完之后 要求我们的信徒发心 把这个厨房 把这个灾堂 把这个大殿 乃至厕所呢 都要清洗一番啊 才回去啊 才回去啊 那这是寺庙的要求啊 这是寺庙的要求 这是寺庙的要求 但是一般信徒 他如果不了解寺庙的这个 现象跟情形啊 他就会以家里面的情况 我家里面都没有这么干净 为什么还要清销 还要在拖地板打扫呢 他就会用在家里面的情况 来看这个事情 来看这个事情 所以当然入佛门啊 就必须要接受这个师长 的一个要求 他才能知道说 我原来道场啊 是公众出入的场所 就应该更要求 这些种种的清洁跟清销的工作 那这些都是 我们呢 进入佛门之后啊 这个师长的一个要求 所以我记得小时候啊 就这些老一辈的这些师长啊 他们在这个奖金的时候 就会说这个师父在要求 涂地啊 等到打扫完之后啊 这个师父呢 他不是检查桌面 他反而是检查这个桌子的背面 桌子的背面 那如果用我们现代人的观念 就会觉得这个师父啊 太过于这个吹毛求疵啊 检查 怎么故意 鸡蛋里面挑骨头 检查桌子的背面 桌子的背面又没有用到 检查桌子的背面干什么 不能理解的徒弟啊 就会觉得这个师父啊 太过龟毛啊 太过龟毛 但是他不晓得啊 其实师父这样的不是故意找茶啊 不是故意要找茶啊 那师父干嘛要找茶呢 就是无非 无非 就是训练我们啊 做事情啊 要更加细心啊 更加细心啊 所以就有一次 就跟师父去打扫一个金色啊 那这个佛堂旁边的 这个洗手台啊 我就进出了两三探 也没有觉得什么异样 那师父就这样经过一次啊 他就说这个洗头台旁边啊 怎么会有树叶 我一听 哪有树叶 我经过了两三探了 都没有看到树叶 这师父你才经过一探 你怎么说有树叶 这是密闭的空间 怎么会有树叶 师父说有 有树叶 我都觉得很压抑很纳闷 怎么会有树叶呢 我都经过两三探了 都怎么会有树叶 弯下腰啊 仔细一看 还真的有两三片树叶 就举头一看 原来啊 这个屋顶啊 就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细缝 没有浮起来 这工人在做的时候啊 这个小小的细缝啊 他没有注意到 没有把它这个遮起来 所以这个树叶啊 就从这个 屋顶的小小细缝 就飘下来啊 两三片树叶 所以这个师长就是师长 他才走过一趟 他就说这个地板有树叶 我们经过两三探 都没看到 师父告诉我们了 我们也不相信 您